为什么慢性肾炎患者不能吃咸的? 不能多吃或净吃咸的食物 在慢性肾炎患者的医嘱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注意事项 那么,为什么慢性肾炎患者不能吃咸的呢?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大量吃咸以后会自觉饮水 当摄取大量咸类食物后,使不少的盐进入血液 导致血浆经贴渗透压升高 刺激人体下臭脑,可感中输 分泌一系列像全固酮等的荷尔蒙 产生可觉 肌体会自觉饮水 如不饮水 长期这样,肌体电解质平衡就会紊乱 身体就会出现故障 此时,肾脏担负着对盐分与水分排泄的任务 其次,我们解释一下 喝水 涉嫌与慢性肾炎患者水肿的关系 这是了解,为什么慢性肾炎患者不能吃咸的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都知道 慢性肾炎患者与健康人一样 吃了咸,吃了咸需要喝水 但因为慢性肾炎患者的肾脏出现了问题 使它们排盐排水能力下降 导致盐分和水分在血液中猪瘤 水分与盐分双管齐升 使血容量增大,血压升高 此时,血管中猪瘤的过多水分会从血管中漏出 形成水肿 如颜碱、下肢水肿、腹水、胸水以及腥胞肌液等 除此以外 因慢性肾炎患者的肾脏调节能力长 因盐分与水分在血液中的猪瘤而引起的高血压 能明显增加肾脏群内压力 使肾脏球高贯注 加速了肾脏纤维化的进肠 由上可见 慢性肾炎患者不能多吃或净吃咸的时候 吃得过咸会导致水肿比高血压 甚至心理衰竭并加速肾脏纤维化的进肠 初步了解了 为什么慢性肾炎患者不能多吃咸的 我们不仅产生了一个疑问 是否吃盐越少越好 甚至不吃为好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 健康肾脏有其良好的保那能力 肾脏减少时 肾脏对那的排泄也会相应减少 但是对于慢性肾炎患者 一旦肌体内趋纳 肾脏照样排纳 时间一长 人体趋纳导致皮血 血压下降 严重者出现脑水肿 危及生命 那么慢性肾炎患者 每日食盐摄入多少合适呢 一般情况下 需按照实际情况而定 比如 慢性肾炎急性发作 水肿或高血压患者 需限制炎量 每日以2-4克为宜 高度水肿者 应控制在每日2克以下 咸菜 应制品等均需禁用 待水肿消退后 肾脏量可逐步增加 而对于没有水肿 高血压的慢性肾炎患者 建议每日食盐摄入量为5克 注意清淡饮食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烧菜时对含奶盐的调味品 如酱油 味精等需改用 糖 醋调味